近日,在四川南充,一位老人摔倒在地无法起来,一直喊自己不会骗人。女孩上前搀扶,有人在旁边帮忙拍视频。 其他路人见状也纷纷上前帮忙,老人口中不停地说着谢谢。 女孩扶老人坐下休息,帮忙查看掉落的东西。 为好心的女孩和热心的路人点赞。 在湖北恩施,这位73岁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不慎走失,身陷河床淤泥动弹不得。 由于老人的腿被深埋在淤泥里,民警尝试将老人直接拽出无果。 民警选择直接跳入水中,徒手挖淤泥。 经过20分钟的刨泥,老人终于获救。 而民警李明浩也是筋疲力尽地摊坐在地上,成了泥人。 这张照片之后被网友们纷纷点赞,再帅也帅不过这一身泥。 视频监控显示,晚上七点多,万石府驾驶的北部公交581路车停靠在北贝大学科技园站, 一小孩手脚并用地爬进了车厢。 因为孩子太小了,说不清家在哪里,为了不耽搁大家的时间, 万石府请乘客们搭乘已经到站的另一部581路公交车, 自己则留了下来,陪孩子一起等民警。 小孩,他说他只有三岁,他模糊记得他妈妈的电话, 我再拨打几次电话之后,才与他妈妈联系上。 孩子的母亲赶来后,民警核查无误,将孩子交给了他。 据了解,当时在家看孩子的是爷爷奶奶,一不留神,孩子自己跑出了家门迷了路, 幸好遇上了万石府和一车的好心人,才能顺利地找到家人。